这一节咱们看一下现成的生命周期 那在现成的运行过程当中啊 有这么几个状态啊 新建、旧绪、运行、阻塞还有死亡 那这几个状态呢 可能阻塞你不太理解啊 我这里面给解释一下 就当程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执行到某一行代码的时候 程序停止了 它停止之后呢 会等待外部的一个条件 当外部条件满足的时候 会对它产生一个触发 触发之后 程序会继续往后接着执行啊 那这个就是阻塞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红灯了 那你就肯定会要停车 那等到绿灯亮起的时候 你会再重新的行驶汽车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类似阻塞的状态啊 你在等待这个绿灯亮起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县城生命周期的过程图啊 咱们解释一下 首先呢我们会新建一个县城啊 系统呢会新建一个县城的对象 那通过对上它的STAT的方法之后啊 它会进入到就绪状态啊 就绪的时候啊 它此时并没有获得CPU的执行权 而是在等待获取CPU的执行权啊 那当CPU当它等待获取到了CPU执行权之后呢 它就开始运行了 运行之后 它可能运行到某一段代码的时候啊 又失去了执行权了 那它失去执行权的话 就又回到就绪的这个状态啊 回到就绪状态之后 会继续等待获取县城的执行权 那假设的程序 这个打这个县城 在运行状态的时候 如果它遇到了sleep或者wait方法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一个阻塞状态啊 你看sleep我们可以指定 它睡眠多少毫秒啊 那睡眠的毫秒 毫秒时间过了之后 它会自动醒来 而wait呢 会等待外部外部的这个别的县城 对它一个幻想啊 幻想之后呢 它也会自动的进行醒来 那这个就是程序 这个县城在运行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sleep或者wait 它就会进入了阻塞状态啊 阻塞状态的话 是没有执行权的 一旦这个睡眠的时间到了 或者是或者是被唤醒了 它就会重新回到就绪的状态啊 那一个县城里面 它的乱发里面的代码 全部执行完成之后啊 这个县城就会变为死亡状态啊 变为死亡状态之后啊 县城的对象会变为垃圾 等待垃圾回收器进行回收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县城运行的一个生命周期图啊 你最好啊 能把这个运行的状态能够说出来啊 因为有时候面试 面试的时候啊 面试官会问你啊 现成的生命周期 把这个图或者是把这个状态啊 这几个过程给它说出来就可以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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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